這邊呢我們最後再跟老師稍微介紹一個OneNote的一個功能 我們上次其實有用過 上禮拜如果老師有來 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擴充工具 因為這邊要用是因為它最近有更新 因為我昨天就發現 如果老師用的是舊版本的那個 它現在因為改版了嘛 會不能用 那當然如果老師您還是比較懷念舊版本 它在下面有一個舊版的 可是終究有一天會不見啦 所以我想說老師還是試用一下 那你點到這個 你可以把它裝起來 當然這個工具只能用在復活瀏覽器上 那它其實有個好處 好我把它加進來 好OK新增 你會看到右手邊這邊會多一個 進來了對不對 好現在呢您可以看到比如說 老師的如果你看到這個網頁也好 或影片也好 好我覺得不錯的 你就點這邊 它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您的知識裡面去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你就譬如像剛剛教材啊 然後再自己把那個網址抠起來再貼進去 好那如果您是那個影片的 好像這個影片的 好如果您看哪一個一樣點進去之後 就從這邊加入 有沒有發現它就自動跳到影片 自動跳到影片 那建議各位老師就把預覽勾起來 預覽就是讓他進到那個學習的時候 就直接看到那個畫面在裡面 好就看到畫面在裡面 這樣你再做會比較方便 就直接加進去就好了 這樣就快很多 好比較不用 老師啊我要找那個網址在哪邊 然後在那邊貼來貼去的 那這個是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記得如果您之前已經有裝了 它原則上應該會自動更新 那萬一沒有更新的話 就是說你點進去之後 它就是看不到這個內容 麻煩你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移除 這裡 有沒有 你先把它移除掉 再重新加一次就好了 好如果萬一真的有問題的話 因為原則上應該 Google瀏覽器的那個 擴充元件會自動更新 好